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委黄杰夫日前声称 从今年元旦开始 中共停止摘取死球器官 但是人权团体多是认为 从中共过去所答应的一堆白纸黑字的承诺 法规和法律并没有带来实质的改变 这个宣示效果是令人质疑的 而美国ABC调查记者日前也针对了中国死球器官交易进行报道 ABC新闻首席调查记者罗斯 早在1997年就开始调查中共黑市器官贩卖 影片中甚至还有中共枪决死球的画面 罗斯看到中文报纸上有器官买卖的广告 巡线前往纽约中央公园附近的饭店房间 洋装要交易肾脏 趁他们还在数钱的时候 罗斯马上出现 来个人赃俱获 当戴医师看到记者与摄影机之后 他马上对刚刚交易时所提到的死刑犯与器官买卖 全盘否认 这段影片在ABC新闻台黄金党播出之后 美国政府把这件事情加入人权问题清单 与中共展开对话 可是一直以来 中共白纸黑字的承诺都能成为谎言 因此制止中共公开处决 并摘取死球器官移植方面 进展十分缓慢 新唐人亚太电视江紫阳编译